-OK,那看一下東西都準備好了沒,交卡開了沒,然後看有沒有想要開場轉蛋了,之類的 -現在都還可以提,開場了,開跑了就沒辦法轉了,雖然這是廢話,但是還是講一下 -沒關係,我喜歡聽你講廢話 -OK的 -都OK了嗎?都準備好了嗎?OK,好 -好,那今天的話是夏洛特,今天是夏洛特 -才剛跟巨大的狼搏都沒多久,才沒問題,就算你忘記了你上次在幹嘛我也會稍微跟你說一下 -好,那我們就二話不說,免得可能等一下我就不小心拿起手機開始繼續玩HPMA -他播了嗎? -這個並不好,好,先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完,我們再繼續其他的 -好,那就我們就直接開始我們今日的旅程吧 音樂和音效調到最適合的音量就可以啦 -那當然至於上一次的內容我就稍微幫你回顧一下吧 -當然的,在上一次你和周賢繼續在那一個所謂的酒館下的遺跡 -也就是曾經在八年前,有一些風波的一個地方 -曾經是盜賊工會的地方 -進行探索,畢竟那一個偷書賊是否跑到了一頭去 -而透過拉薩洛斯也沒有意外的注意到確實這個兇手就躲在裡頭 -而也你和周賢在裡頭探查之下 -也注意到了那一個兇手來到了一個房間 -而這個空間,這個房間是在一 -在這個倒水公公的下方的一個下水道的通道之後 -在上去的一個唯一個單獨的隱密的一個空間裡 -而在裡頭你們也見到了一隻巨大的狼人 -而且還看到了這個偷書賊是嚇的想要逃跑 -雖然也聽到她說著要把她要的東西拿到要給她的老闆 -但是她的首領似乎沒有理她,似乎讓她死 -也在這一個挫折還有尷尬之下 -當然了,Shot,你也決定了 -雖然周賢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你和她也討厭決定說要不救她 -還有打敗這個狼人 -而也確實的你們也救了她 -而且也在這個偷書賊,Levi Silva -他提出了一個條件是 -他是很想要活下來,可是他也覺得他還是死了一條 -但是你們也在討論之後也決定是 -說著要拿Levi給予的位證 -來讓騎士長卡洛達幸福 -恩,也在卡洛達看過了這個位證也 -暫時認為你們是在 -澄清清白中交到的朋友 -那當然,這個朋友 -這個你突然間拿了這個狼狼 -照在她身上的這一個 -這個只能,雖然只能躲避一時 -但是也確定也沒辦法躲避草的鼻子 -他還算是一個好期待 -雖然他犯的罪並不重 -但是他在奧比爾這個地區還是被吐氣的狀態 -那當然,你們也在Black Order休息一晚後 -而時間也來臨,來到早上 -看著外頭那美麗的陽光 -也當然呢,你也想著昨晚你在睡前 -也算是和拉薩洛斯有好好說了的話 -也睡了一個好覺 -現在窗外那美麗的陽光透徹的窗外風景 -可以看到這奧比爾須須... -乳生 -帶了一點芬末金 -郊外與其和你的家鄉 -包括這家鄉相比這裡是一個完全偏遠的郊外 -要說的話這裡 -也就是一個森林中的山林小鎮 -能聞到的基本上都是花草 -樹木 -還有植物的味道 -對來說 -算是有一些親切感 -但是這比較偏人聞 -和大都市的Bottleskate還是有一些香 -有一點微微的差距 -那當然至少現在 -也把這個偷書賊的疑慮給解決了 -也至少...至少不是你 -也不是周前 -至少你們也沒有被繼續當偷襲飯 -是一件很好的事 -小龍的你聽到下面傳來的 -啞啞啞啞嘈嘈的聲響 -雖然你也知道在Black Gold的這個酒館 -你是確定是下方是50 -而且基本上也沒有太多作者的座位 -但是...真的ㄍㄧㄧㄥㄧㄧㄥ的聲音 -能聽到的是玻璃杯還有碗盤 -敲擊的聲響 -一早你看了一下外頭 -這應該...不到中午吧 -現在這樣早晨的時間 -這個酒館就發出這麼大的聲音 -又不是發生什麼事 -但你眨了眼你聽到下面 -是斷斷歡笑還有交談的聲音 -看起來好像... -一定不是什麼危險 -那你有要做土嗎 -應該沒有把東西整理整理去找夥伴們 -好 -你將東西給簡單的做了一下整理 -你慢慢的... -順著二樓的樓益 -還有這個... -今天... -開始往一樓的方向行走 -當然看著Black Gold的這個主要是 -以黃色為土色調的... -的木製大型球怪 -而當然... -你也又再度想起了Brown -哪一個溫馨家庭用碗的調子 -這裡和Brown那邊是不太一樣的 -你也在Brown那裡也有呆過... -呆過幾天 -就是你可以確定的是... -如果是在Brown的酒館 -一早起來走到樓梯的時候 -會感覺到像是在自己的家裡 -或是一個戶外的一個小屋 -野樹充滿溫暖的味道 -但是... -這個主要是給人跳舞和岔克用的50次酒館 -如果說... -在這裡現在... -立刻馬上的... -你轉了一下眼睛 -你感覺到... -現在才這麼一大早 -雖然酒館是沒有開的... -但是... -你頭已經開始忙碌起來 -你注意到有服務生開始... -拿著拖把擦拭著地板 -還有... -看到了... -欸? -那不是Martin Martin嗎? -原來... -老闆一早... -就在將... -一盤盤的早餐... -軟到了桌上 -可是說這桌上... -也不是真的桌上... -是舞池上 -你注意到舞池... -現在又再度的被封了起來 -也... -發現到舞池... -中央處也放了好幾個大大小巷 -圓形的布置的桌子 -沒有椅子... -都是桌子 -你看到了周賢... -還有Levy -都已經請王 -都在下方吃早餐了 -而當然... -因為Levy的身份的關係 -所以你有發現到他還是... -借用著你的肉桶 -還是拚著他的臉 -但是他是默默的... -在中間旁邊... -一扣一扣的... -然後... -手中的三明治 -那... -你也發現到這批圓公主 -到底是想你點了一下 -走歸了一下手 -或是輕輕的和你道生少安 -的BODY -就是... -看了一下你... -揚起了哈娜... -大大力... -大大的離角 -但是這個矮人... -似乎... -和Bron... -那位... -做妝的人類相比... -他一樣的... -給你一種親切的感覺 -但是這個親切... -又和Bron那邊不太一樣 -他只是... -給你白的白手... -輕輕的... -用下娜娜厚重的小小手... -拍在... -這一個酒館的... -餐廳的... -門前的... -一個小小的酒館... -一個吧台前... -一看著他... -他確實的... -他是有拿小小的凳子... -凳著他的... -那... -畢竟矮人也不算高 -所以他必須要靠凳子才能讓他高一點 -那他凳... -他的身體只是... -凳在這小小凳子上 -用他手拍了拍他的桌子... -又看了一下... -又將他的視線... -一定像... -又看向了... -桌子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早餐... -主要... -可以看到早餐是... -帶了... -帶了重重奶油... -香的... -荷包蛋... -還有蛋全... -還是看到的是... -好幾個已經做好... -已經塞滿鍋腿生菜盒起司的三明治... -用著一個牙籤插在中間... -上方還插著橄欄... -大概看起來數量也算蠻多的... -10到12個左右... -並拍在... -一個... -長形的... -五圓形的鐵盤上... -還看到了... -好幾杯... -似乎... -聞起來... -似乎有些苦澀... -但是... -作為... -你在Balduskate生長的... -女生女孩來講... -而且還是... -冒險家... -冒險家的家庭成長的你來說... -你可能可以清楚這叫什麼... -這叫咖啡... -黑咖啡... -那... -你有要做什麼嗎? -那... -我應該會先去找我的夥伴們... -然後跟他們說早安... -昨天還睡得好嗎? -首先... -給你一個大蠟微笑... -啊... -當然... -我... -現在感覺到... -我都完完全全的... -精神百倍呢! -他說完... -給你一個... -像是... -燦爛般的微笑... -但是那一輩... -他沒有說什麼... -他只在旁邊... -輕輕地點了一下他的頭... -他似乎... -沒有想要特別地說... -但是... -你有看到他表情... -還有... -他有嘴巴... -稍微地... -跟你說... -簡單的... -沒有發出聲的... -跟你說... -還不確定... -你注意到他是... -確實是還蠻低調的... -他不太... -在這個... -這個... -地方... -太過的招搖了... -有招搖就完蛋了... -OK好... -那... -他... -應該... -會... -一邊... -拿個... -麵包或是撒明治... -奶油味比較重的那一種... -然後... -大概... -大概咬了幾口就說... -嗯... -待會兒有想要... -做些什麼事情嗎? -這樣吧... -幫我撒個EDS... -我看一下你拿到什麼樣的早餐好了... -好... -是... -OK... -你隨即的... -當然的... -這些大大小小的拼盤... -看小愛都十分的合口... -你隨即的... -拿起了一個三明治... -看小愛... -裡頭的起司特別多... -你... -張大了你的嘴... -咬了一口... -你可以感覺到... -裡頭傳來了... -一絲絲淡淡的焦糖的甜味... -你發現到... -他... -這是起司沒錯... -起司... -甜起司... -裡頭...還包了... -那是... -美果嗎? -美果醬嗎? -你... -講了一下這口三明治... -看起來這三明治... -不特別... -有... -不是... -純粹就是... -壓好的... -而是有煎過的... -是法式吐司... -而裡頭抹上的是奶油起司... -還有是煎的甜起司... -而中間... -你... -你... -嚼了幾口... -你看了一下周賢... -只是看了一下... -你... -看了一下... -瘦中... -瘦中單純的麵包... -你注意到他拿的是... -普通的... -原麵包... -他嚼了一口... -看了一下你後... -然後搖了搖頭... -嗯... -我對這個地方... -並不是... -太熟悉... -畢竟... -我聽到的... -就是... -我要捕捉... -菜刀的石油症... -然後... -讓他們變成... -菜刀的船人... -除了這之外... -我沒有太大的想法... -Levy... -只是... -瞥了一下眼... -他好像... -也沒有... -太多的想法... -你看到... -他只是... -用他的唇形... -稍微的... -用... -微微的只是... -一小小聲的... -像是只有你們... -可以聽得到的聲音... -低聲的說著... -只要能離開這個地方都好... -我不太想來這個地方多久... -有啦... -畢竟... -我知道... -我的手裡... -會不會注意到... -我現在跟你們行動... -而且... -畢竟... -我現在跟你們行動... -也不算是太安全... -如果... -你們覺得... -跟... -我跟你們行動... -或是... -你們覺得... -有生命上的危險... -我隨時的都可以找到... -另外的處理... -首先... -看了一下你... -默默的手底下接了... -那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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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我嗎... -可是... -如果會在意... -危險的話... -打從... -一開始...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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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如果... 從一開始我應該就不會從家裡出來了 對吧 她好像默默的吞了一下她的口水 低頭地繼續吞著她手中的火腿七十三點字 對好那修特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我想找到拉薩洛是上一輪的主人 還是上方輪的主人來著呢 總之先找那個人比較重要吧 影片的事情我有點在意 不過這如果是爸爸曾經持有過的菜單 那我想家裡應該有些線索 我再想要不要溜回家裡一趟 但我不確定爸爸是不是在裡面就是了 可能就是講話越來越小聲 我先轉了轉她的眼睛 默默看一下旁邊的David 欸 你竟然如果說你是叫 也就是 說血龍將嗎 還是 你是如果是裡頭叫 叫派裡的人 而且你看起來是當地人 你應該 不知道有什麼地方 比較好吃類似的吧 也看這David只是 手而手堅 看起來 似乎正在城市想了些什麼 隨後總結有看了一下你 符 畢竟我們也只有在 Candell Pinymie需要外面 還滿像看看Sharaする MRI說的 那 那個好像是大城市吧 好像是 Ferune的三大城 嗯 噢 他是一個非常大的港灣 然後 neuros zen 非常大的港口 然後有很多船只會 來來往往的 如果你不喜歡一座很大座的森林 我以前還蠻喜歡去那邊探險的 你也知道森林總是會有一些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發生嘛 小動物 腰草 然後你就看到小動物開始搬著手指 慢慢的在那邊算那些很有趣的事情 他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終前似乎對此感到十分的牙抑 或者說他對於此感到十分的興奮 你注意到他的雙眼稍微增大的揮耳 看起來就像是對於你說的所有的情局 還有你的回應感到十分的感興趣 或是雷利只是在旁邊點了點頭 當然呢你也想著想他 他畢竟也算是 或者說看起來 以說以面貌來講 他也是肥弱的人 他似乎對此感到不太意外 就彷彿他像是成功去過那的意思 他也多少也知道 關於Buduskin的事情 但是你只看到他 手了一下肩膀 好像只是稍微的 對於你說的話 他是有聽進去 但是他沒有想要做出任何的理由 我是跟他的反應 對 對 那他講 他下部他一直倒下去的講 講完一半的時候他可能說 欸不對我現在應該 不過應該做這些事情才對 嗯 嗯 如果我們確定要去波德之門的話 嗯我想要跟布朗先生 還有巴亭他們 嗯 到個縣然後告別 嗯然後或許會去騎士場那邊 看一下那一本被偷走的書吧 嗯 沒有我是說被拿走的書 嗯 然後他撇了一下Levy 然後就趕快換了一種方式講這件事情 你注意到Levy 當然你看到他 你一講到騎士場的時候 他稍微 生日子抖一下 就像是一個反射動作 你可以確實的注意到他 不怕 但是他還是有這個反射動作在的 畢竟你想想 好啦 也確實 對他來說 他是個罪犯 所以 總是 對於警察 或者說聖騎士 守衛這些都還是會稍微敏感一點 你只看到他低聲的留著 嗯 嗯 那我就在這邊等就好了 嗯 也看著 看著周賢只是飄了一眼他 又看了一下 你 手了一下肩膀 邊開口 嗯 看起來 已經有一定的 一定的計畫 我們要帶這個傢伙一起嗎 還是 Shout你覺得說 他在這裡會比較安全一點 他是 看到好像周賢似 完全不在意 到底 在說什麼 周賢完全不在意 當作沒有 那 希望他大概會想一想 然後說 嗯 看他 想不想去吧 雖然如果是我 我應該也不會想去 反 我先去找 騎士啊 看完書以後再回來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找 馬鈴跟布朗 然後 告別完以後 就出發嗎 周賢點了點頭 他看了一下 酒吧台那裡的馬鈴 有看了下你 還是 如果笑著你想要跟馬鈴 先聊聊 他就在那裡 我們也不需要就是 還要回到這裡之類的 那 笑著他會 突然用一種 恍然大悟的表情說 喔 說的也是 然後 那你們要一起去嗎 還是 他在這邊稍微 等我一下呢 看起來 周賢 他沒有太多的 一個 就是選擇 你看到他只是 就是他那一下 手 默默的 將他的竹節拿出來 拿起來 拿起了他的毛筆 還有隨身時代的木質 開始出現 我旁邊的大鼻子 是搖了搖頭 你看著他的 用他的嘴 輕聲的小小聲的道 躲在這裡等就好了 看起來他似乎真的好不想一等 OK 好 那 修羅特大威點點頭 然後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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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鼎 我應該名字叫出他的名字 哈哈 你 外看你的步伐 來到了 酒吧 台前的 Balding 看著Balding 他似乎十分忙碌 雖然 你看著他身上的衣服 比起 說是在廚房裡 動工的衣服 更像是 這種 如果說 沒有 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的話 可能還認為他是一個 我跑到廚房裡的鐵匠 也看著 這位矮人 只是 轉了一下他的眼看著像你 因為 用他那 有帶了 帶了一些 帶了一些 污子的大手 稍微 除了一下他的 啊 啊 啊 早餐 用的如何 那 那 修羅特大威指說 剛剛好吃 謝謝你的招待 啊太好了 太好了 啊 畢竟做菜的不是我 啊 是我的員工啊 我還蠻擔心的 如果 他們做的不好吃 那 我就得 該訓訓他們 對我來講 我能管理的 或是說 能提升我自己的 基本上呢 就是 他說完 你看看 你隨著他的視線 看向了二樓 你確實 他好像主要 在 或是他主要 專精 專攻的 也就是他的 達體技術 還有他的 製作武器的 一個 特長 好 那 笑著他 他頂頂頭 然後就說 嗯 說的也是 嗯 那就證明了 瓦丁先生 找到了 非常 非常優秀的廚師呢 嗯 現在過來是 想要跟瓦丁先生說 嗯 我們差不多要前去一下個地方了 這段時間 非常謝謝你照顧我們 莫丁 看向你 眨了一下他的眼 哈哈 哈哈 哎呀 不要這麼客氣啊 看到這海人 十分豪邁的 慢慢的走下了 墊在他腳下的 這一個小小的階梯 那他跳下來的 這一個凳子 後 你看他默默用他的手 將這個凳子 推到了 酒吧吧台的空位下 你看著這位矮人 只是 將他的手 雙手交叉 似乎 雖然 他是游下 往上看著你 但是他也沒有 要你 彎下身來 而到時候 他似乎 這樣的高補牌也 沒有感到 不滿 或是 不小 倒是還蠻舒適的 你看著這位矮人 只是 看了一下 中招 又看了一下 你 王冠呢 像是 非常 輕優 輕小開口 畢竟 我 我這家酒館 多半都是以跳舞為主的 或是 讓那些 喜歡 想要 動動身子 想要 將自己的煩惱 拋到一旁的人 才會來 但是他們 基本上都是 傍晚才會來的 我還 開心的 你 對於 他說完 你注意到 他還沒說完 你看到他的視線 是稍微盯向 不停 音樂 確實的 想起了一件事 對阿 才 應該說 在幾個小時前 他才 委託你 處理 這一個 舞廳下的 騷動 他看一下你眨著一下眼 所以呢 下方 的 躁動來源 還有那些聲音來源 你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嗎 那他會折指底下 然後說 嗯 好像是 八年 這底下有 這底下在八年前有一個 盜賊公會 現在是已經廢棄的狀況 我們下去的時候 底下剛好有人在做一些 不太妙的事情 不過我們注意到 那我必須得跟 Mari 好好選上去講 這一關是這些事 確信已經八年了 我們都覺得 過了這八年應該也不會有什麼 什麼東西 或是也不會有人可以嚇得去 嗯 重視了 一些違背作呆的傢伙 你看到他說的違背作呆的傢伙 我支持你注意到那邊 又升職又抖一下 一些違背作呆的傢伙 總是會想要去那裡 嗯 感謝 感謝你說的這些 這些情報 報酬應該都收到了吧 我請 打掃的 打掃的員工 也就是在 你們 雖然 也就是說 這些打掃員工是在外頭 擦窗戶 但是 藉由他們的幫助 也 不打擾你們的方式 將錢單放到你的房 也就是說你們的房間裡啦 呃 這一點我會跟 我會 我會跟 我會跟 我會跟我們這裡現在的 李市長 或者說 商會的貿易會長好好地講一講 也就是Mari 或許 你可能對 跟他還不算熟 呃 或許可能 將來 有可能你也可以跟他 談上一些話之類的 Mari 是個蠻好的人 只是他有些固執 他也算是 如果沒有他 也就沒有那些英雄 阻止 那個吧 那個 謝之女王的詛咒啊 看到Mari說到這裡放了放口 唉唉唉唉 看下我說的有些多啦 或許 可能對你為了愛說 你的探險 應該也能看到更多一些有趣的傳聞 對於相比其他地方 HawkBear的傳聞 太小了 太小了 那 笑得到愛說 不過 哪裡的話 每個地方 都會有每個地方 獨特的地方 所以 聽你們說這些故 故事 非常有趣 恩 該這麼說 能夠聽到這些故事 我也非常開心 哈哈 哈 你對於 我們這個地區 這個地方 感到喜歡的話 我也蠻開心的 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太多的東西 畢竟我們這裡也只是個郊區 跟那些大城市相比也沒有太多的機會 你在這裡有感到快樂 也在這裡有注意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是還蠻開心的 或許有機會也能回來 Opia走走 我們這個貿易的小鎮 總是 還是有不少的人 會來這裡 都晃都晃的 你看著 保底邊說著 邊又將他的視線 來看向外頭 還有看向二樓 也就是 他的辦公室 當然辦公室 你也想請進去 基本上就是一個斷照 好 好 那 Shadow特他會露出一個很大的笑容 說 嗯 那如果之後 有遇到喜歡跳舞 或者是斷照的人的話 我可以跟他說 Opia這邊有一個叫做 BlackOpia這邊有一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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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也睡得好 啊 對 我的酒館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 一個讚賞了 他說 晚安 你也看著保底 只是看了一下廚房後 又看了一下你 啊 我也等一下 也開始要準備看我那些員工 要督促他們做今晚的一些準備了 也 祝你們旅程順利啦 啊 看了一下 你又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周星和Lavely 沒想到你們可以在下面認識新朋友 雖然我不確定 你們的那位新朋友 是迷路還是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看你們 已在你們幫助我的份上 應該就只是迷路或是 不小心被綁架被困在裡頭的人吧 這點 我還是會跟Marin好好討論 之後再看看能不能聘 一些 一些想要仔細調查的人去看看 之類的 像是 那些 魔法學院俗生的 那些什麼 魔法 魔法部門的人去看看之類的 他邊說著 邊慢慢的 走向廚房 你也 眼尖的撇到的Baby 只是黃黃的吞一口氣 他似乎對於 剛剛你們的談話 其實是感到十分緊張 而旁邊的周潔 他好像完全不care了 好可愛這齊人 OK 那 希望是他 也對著就是 羅拉丁的背影灰灰獸 然後跟他說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破音也靠北 好反正就是 對 跟他灰灰獸說再見 然後回去找夥伴嘛 你來到了你兩個夥伴的身旁 也注意到 也注意到了 以前是也注意到周潔看向你 給你的一個大大微笑 看起來 看起來老闆 要說的話 好像他也沒有對我們害羞嗎 所謂的 魔法老闆 基本上 看起來人還不錯喔 隨後 看到他地下頭繼續開始死 書寫著 像是在做了一些小小的紀錄 有看一下 啊 呃 也不用感到太擔心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跟我說 我覺得 我很想要記錄下 我們的 冒險旅程 或許 以後 把這些小小的紀錄 寄成冊 可能還可以分享給 東方的 算是我的家人 還有我的朋友們吧 喔 這 這會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嗯 這樣巴薩洛斯的故事 有一直流傳下去呢 周潔給了一個大大的微笑 點了點頭 看起來 雷比也差不多 已經吃完了他的早餐 看起來已經差不多都打包好收拾好 而且也注意到他似乎 特別的 你看到 還用 因為他是借了你的斗篷的關係 雖然 對於一個大男生來講 女孩子的斗篷稍微小一點 但是你有注意到他 稍微的想要用這個斗篷去遮他 手背 的 痴情 特別是痴情無分 也注意到他也是用一些 或許是在那個晚上 他也有特別用一些 特別加倍的慘 就像是要把他這個刺身給遮住 遮住似的 不讓其他人看到似的 你也注意到他的 他那一個指頭 要說的話 他的紫色 看起來偏像是 微微的 生紫 他是生紫的一條 那個生紫就像是夜晚 或是 像是夜空中的行程 你看著他只是 用這一對雙眼 修飾一下其他的 你也看到他小小聲太瘋了 那你們好了 我就是夜空 我隨時都準備好了 你看了一下周賢 周賢只是 手了一下他肩膀 似乎 像是一個 蛤?他剛剛說了什麼嗎? 個臉 痾痾痾 應該不會太在意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 我是說 雷比講完一小時這件事情 然後就 說 嗯 那我們走吧 先去找 布朗先生 然後再去看個書 應該會比較順利 就算 也可以馬上 也可以沒有遺憾的跑出去吧 周賢 看了一下雷比 又看了一下 應該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但 你注意到這位 來自東方的女孩 默默叮一下 默默叮一下 默默叮一下那位 紅色皮膚 你看他變開口 那 我們 去 神殿的時候 該怎麼處置他 或者說 他要在外面等嗎 還是 畢竟 如果說他有 慣例偷竊 有些 我們也注意到 雷比這時 好像有些 有些害兆的晃晃的 我 我 我已經盡本洗手了 嗯 嗯 那 他 那 修都在想一下說 嗯 不然 我們也可以去服飾店一趟 之類的 嗯 我聽說 好像有什麼 嗯 化妝品 之類的東西 雖然我不會用 但或許 可以試試看 有些 有些 反感 他似乎 不太喜歡 但是 你看到他還是 沒有太多選擇 他也是點了點頭 對 那就 呃 再去找 不讓的圖 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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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反正就是 先去找不讓先生的圖中 看一下附近有沒有 服飾店 或飾品店之類的 夏洛特的目標應該是 護 就是主要是 護手 沒問題 那幫我 骰個 perception 看一下 十三 你住室的周遭 你也隨著 當然 酒館 就在 Oakbeard的市中心 市中心 難找嗎 並不難找 畢竟這裡跟 Botterskin相比 這裡想太多了 基本上來講 這個小小的地方 玩玩 全全都 並不是 太難洗澡 還是太難走 嗯 隨著 隨著道路 開始向前 也 周遭 看起來 Oakbeard的早晨 這村子非常的 讓人感到 對 還會讓人感到 去掉 也注意到 在Brown的 酒館面前 那一座噴水池 那令人難忘的噴水池 前方也有去 大大小小的攤販 隨著 這些攤販 做的這些攤販 也發現到了一家 服飾店 這家服飾店 看起來 上頭已經有些 是 老舊 而且 要說的話 他 雖然 可以看到一些 金色 或是一些 漂亮的 首飾 或是 美麗的 夜晚的地方 但是也注意到 這個上頭 掛著十年老店 的這一個 這個服飾店 是 沒有太過的 進去 或是來往 你發現到裡頭的衣服 基本上 憑你的 因為畢竟你是在 Body's Day 身上的 小孩子 那這個我就直接給你 因為你是 你有這個背景 你對於 時尚來說 並不算是太不好 畢竟 每天 每日 都可以在 Body's Day的街上 看到 那些 各地 來自不同的地方 人 穿著最新的射程 最新潮流 的時尚 在街上 而這裡的 時尚 你打亮 真的這些 時尚基本上 已經落實取久了 雖然可以穿 而且 可以用 但是 基本上 如果要說 這些 他們現在 拜的這些 禮服 或是日常的衣服 可以說 大概都是 十年前或 十一年前 是 開始 逐漸變得 有夠久 OK 好 那 我想要 找一下 就是 有沒有 護 應該說是護腕 我記得 他 那個吧 Levy 的刺青 有萬 是 護腕 可以蓋住他的 然後我想要幫周旋 找個 法師之類的 當然可以 幫我寫個 2D100 我看一下 咦 咦 你注意到 兩樣 是有符合 你的喜好的 當然 這個喜好 是否真正適合他們 或是 要做一些改造 這個是 那樣的事 你注意到 一個護腕 是一對的 一直是單字一對的 看起來上頭的價錢 上頭 看起來價錢是寫著 一GP 看起來 並不算太貴 但是這個護腕 如果說 相較 相較是 有十分潮流的款式 這當然呢 你看一下 周遭衣服 這十年前 反正看起來 有些什麼 但是以復古來講 這個護腕 是十分低調的 嚴肅一道說 這對護腕 基本上 皮是 以小高漾的皮鞋子 摸起來 有些偏硬 而且質感來說 雖然是偏硬 但是有 許多防衛的效果 但是 當然 說過硬嗎 也不會說 太過浪 也會說 喔 這個捏起來 基本上就是不幫忙 我們也發現到 上口雖然沒有太多 花俏的裝飾 但是 在 在這個護腕的 護腕的底部 有一圈微微的 小小的 白色的皮毛 所製的一個 很偉的裝飾 當然 在 在以接近 萬手的部分 除了 這一圈小小的毛之外 還能看到這個毛 就是懶過顏色的 也就是 白色 黑色 看起來 沒有太多的華麗的裝飾 但是 算是偏使用的 對 一個 小小的一個 旅行 那麼裝備快 而另外一個 你注意到的是 法式 比起說是 插在頭髮 或是說簡單的髮夾 這個法式是髮枯 看起來是可以的 你說 當然 對來講 你以前也有戴過髮枯 你小時候 已經有鼻子 你的頭髮是偏長的 所以 曾經是有戴過髮枯 你摸了一下 這個髮枯的子彈 主要是 五合景的選擇 但是 上頭 吸上了 淡淡的 綠色的顏色 而且看起來設計是 精靈 精靈 喜好 會喜歡的 帶了一點自然 像是 葉子 還有金花 這些都不大 這些都小小的 不會妨礙到 不會妨礙到佩戴 會出自己的小小狀態 還能看到環繞的樹根 纏繞著 纏繞著 這個法律 可一點 注意到它的價錢 並不過的是 50SV 因為都是裝飾用的 所以沒有 是這個 A10的提升的價值 所以如果要找能夠實際提升AC的 是不是要去武器鋪之類的 對 這武器鋪 有人賣這個 但是還是有防禦能力的東西嗎 基本上就是 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可以去 武器鋪 或是 服飾店當然可以走 但是 基本上如果你要有實際的魔法效果的話 或是 看起來 所謂的 那種 性感的 穿著比基尼也有 也有AC的保護效果 這個你要去 這個你要去找魔法上去 這個 那種 鏈金術工法 一般的 一般的 武器的 一般的防具店 都只會給你賣 有實用性的 重甲 或是 或是準備 或是真的有保護性感 不太會是說 喔可能就是 賣 賣給女生一個 比基尼然後說這個 AC有死 這個是不可能 OK 好 那 不然這樣好了 我想看一下附近有沒有 那個 賣這種 小飾品的那種 魔法商店 幫我 塞個阿卡納看一下 阿卡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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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的 環顧一下 四周 你注意到 攤販 畢竟 Ofian 雖然 不是 一個大城市 但是 具體在中心的那些攤販們 就是 可以查到 說 嗯 蠻山蠻海,而且蠻浪漫的 可以看到玩具店,也看到一些零食店或是店舖店 當然這些都是攤子 那你不知道是不是攤子賣的飾品 但是這些飾品,你扎了一下也不確定是否確實有魔法或是有魔力 但是設計都還算蠻好看的 而看了一下,上頭的這些飾品都有鑲嵌著寶石 大大的小熊寶石 那你開了一下價錢,這個並不便宜 你把火塞的Hister 你扎了一下也,你似乎好受一些印象 你的爸爸,約翰北 你想起了他好像都會買一些飾品給你的媽媽的配戴 但是...你看了一下這也是一樣 你無法確定 那你...可以知道說,Bottoskate 有一家店 比...現在這裡更好 比攤販更好,品質更好 而且更有保障 但是那家店叫什麼名字,然後在哪一區 你皺了一下眉頭 你突然開始有一個微微的後悔情緒 從你的腦中浮現 你後悔當時沒有關心 你後悔當時沒有看出 太遇上你媽媽到底想要去什麼樣的地方 或是買什麼樣的地方 你知道有更好的店在Bottoskate,但是你不知道在哪裡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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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真的有夠後悔 那我先...那我溜回去原本...那間店 那間店 兩位夥伴們不注意的時候 把那個護腕買下來 好,那... 後悔的話就是一區皮 你稍微的眨了一下也看著他們 似乎...是在...觀察著... 周遭的環境 而對於雷比來講他只是默默的將他矛盾往下拉 就是...盡可能不被其他人注意到的狀態 你看這... 店員,店員是... 就...就各部的一個旅行 看起來... 年紀來說... 已經算是大神年紀了嘛 你看到這一格物林有個傲人的雙風 你看到他看一下你 唉呀... 唉呀... 歡迎... 你要做一個護腕是嗎? 好,一區皮 你看起來漂亮漂亮的 我會有更好的護腕 你要嗎? 他說完拿出了一對 看起來還是主要以白色為主 而且...是以獅子為裝飾的 而在這個...在這個護腕的賞下 都有用雷絲念綴 你看真的這一個護腕大神 笑一笑 你...你兩白泡泡又綿綿的皮膚啊 這個更適合你啊 這個的價錢的話也跟...這個護腕差不多 或許...有可能...像你這樣子美麗的...女孩子 可能終於一天會去宴會 這個護腕還蠻適合你的 然後...他會...笑著瞎說 嗯...沒關係 我覺得要這個 這是要給我新朋友的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比較適合他 好...新朋友啊 這個設計看起來比較偏向是... 雖然是中性啦 但是...大部分的女孩子應該都會喜歡花俏一點 他說完...像是... 他弄了幾聲後的開玩笑 難道... 他收到這裡...勾斜的嘴角 難道...你的新朋友其實是一直男朋友吧 需要我幫你包裝一下嗎 不要擔心小妹妹 你什麼事情都可以跟阿姨說喔 你看到這個哥布林有說越貼近耶 你看到這個哥布林有說越貼近耶 嗯... 沒有... OK...對不起 好...那...那...笑著他眨眨眨眼然後說 嗯...不是男朋友啊 他...就是普通的朋友 然後就是非常理所當然 對那種... 沒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想要買個朋友 看著...這位哥布林 這位大生已經爬到桌子上 我看到他... 他稍微又... 他稍微又... 唉... 你這個年紀啊 應該要找個男朋友之類的 啊...在...那個... 店門口外面那兩個在看衣服的 是你的朋友嗎 還有一個...屁著多帽的 另外一個...那個女孩子 穿著一身綠 看起來不像是這裡人 你的朋友 那...笑著特他會點點頭說 嗯... 我的朋友 啊... 原來想啊 看到這位哥布林大生默默的 從桌子上慢慢爬... 爬下回到他的椅子上 我看一下 唉... 看起來都是年輕人啊 你們看一下好像是第一次出院門 然後那個外國人... 嗯...上次看到外國人是什麼時候 也算滿久之前了 嗯... 總是... 現在... 和以前相比已經和平很多啦 那你們年輕人還是要小心一點 看到這位大聖 邊說著慢慢的幫你做人包裝 很自然的 他很自動直接幫你做包裝 有...用好幾... 用好幾棍 比較... 比較偏薄的年碼布料 像這一個... 我這樣這個布啊 給捲得起來 也注意到 他用了神仙系的... 亮...亮中聖的麻繩 像起棒的一個大蠟蠟蝶 然後... 羽孩 來... 這個護手 我已經幫你簡單的包裝過啦 這樣子... 可能是... 我就當作你是要送朋友當生日禮物吧 唉... 但你看... 這麼漂亮 你看你這個... 這個臉蛋 阿姨啊 阿姨我覺得... 你很快可以交電手男朋友之類的 我相信你一定... 很快可以找到幸福的啦 或者... 如果你有... 你有什麼樣的喜好呢 阿姨也可以幫你介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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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幫人... 照...照... 照辦哪 你看到這歌布裡面說的 又...又爬到自己上來了 應該是一臉 在攻三小的那種表情 然後... 然後... 回過城以後說 喔... 沒有關係 我相信之後 有緣分就會遇到了吧 然後... 然後 乾淨拿起 乾淨的拿起了 從大神的手中拿起了毛鬼 等等不不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乾淨的往後退 你看拍那個大 欸!!欸!!女孩啊 你可以寫一下 你那個毛筆安寫裡面 可以寫一下你的名字 直接 轉過頭 我走 我要離開了 你直接快速的來到你夥伴旁 你看到中間看一下 或看一下 加拉特 那個電源好像對你滿熱情的耶 他似乎好像沒有聽到你們裡面在說什麼 那...那... 需要把護腕藏起來 然後說 是... 和這熱情 根本就是有點太過於熱... 太過於熱情了 然後一臉就是... 有點... 無腦的樣子 中仙... 骰了... 2 雷比骰了8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你在熱場的東西 你看中仙... 只是看一下裡頭看一下 噢... 好像... 在菲魯有蠻多... 像是這樣很熱情的人喔 在... 我的家鄉 兄那裡也有一些人 特別是... 婦年婦女 可能有時候就是文化吧 文化 嗯... 我想... 這麼熱情的人應該到處都有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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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了一下以後就走到雷比面前說 呃... 你可以... 第三... 你這辣的眼... 看一下... 呃... 呃... 謝謝... 謝謝... 他稍微的有些疑神疑鬼 看一下左右兩側 你注意到... 你手中原本握著寶寶的快速度 像是一眨眼是突然不見 你只是看著他... 有些... 又有些尷尬的只是... 拿著這一對護手 你注意到他的寶寶 當然因為他是比較輕... 比較輕型的背在後方寶寧 你怕怕將寶寶拿下來 將這東西放到的寶寶寶 但是你看到他確實是拿了一個護手套到他的手上 你想... 你看著他稍微... 頓那一回兒 隨後... 也注意到他默默的從他的寶寶裡拿著 那一隻小小的手套到他的手上 你能... 雖然只是... 簡單的... 飛刀型的手套 那... 就當作是一隻寶寶 你看著周寫是不知道 周寫還在...還在看著裡頭的哥布林大神 周寫正在... 正在...頂著那位哥布林大神正在... 正在...正在獨囊裡 你注意... 你聽到裡頭店裡頭還是傳著囊囊的聲響 但是周寫只是隔著玻璃窗在頂著 似乎... 好像很好奇的... 看著裡頭的這位哥布林大神是在幹嘛死的 一看他默默從他包包裡拿出的那... 他那個...刺屋要記錄著你們冒險旅程的... 居間 然後拿起了他的毛筆開始... 開始記錄 然後就說 嗯...沒關係啦 如果照是夥伴的話...也... 就... 沒差了 嗯...反正... 我看你好像對刺劍有苦惱的樣子 這樣應該剛好吧 然後我要跑去照... 那個... 周寫 我誤...誤以為周寫就是... 就是... 我覺得...我覺得夏威特他會誤會... 誤會周寫在... 在...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夏威特他會在... 周寫... 對著周寫小聲的說 嗯... 我知道... 博德之門那邊有一間非常... 漂亮的服飾... 呃...漂亮的... 飾飾店 我們...之後再去那邊逛逛吧 周寫殺了傻眼 蛤? 不是店嗎? 也會有像裡頭那位大... 那位... 格布林嗎? 像他一樣那麼熱情嗎? 你隨著他的世界看去 你看到裡面的那種大神... 那個大神開始拿起好幾張紙 還在寫些什麼 好像還折剩好幾個紙賀的樣子 你扎了一下三小 也看著周寫看得像你 然後... 眼睛張大的 似乎好奇的 逼著你看 就像是一隻... 一隻... 粗粗可憐的小狗 拿著毛筆繼續寫 你看到他書寫的文字 繼續寫 啪啪啪寫著 當然是修的文字 所以你看不懂裡頭在寫什麼 但是你看著他好像邊看你 又邊看著裡頭 好像似乎對這樣的場景很興奮 他隨後看就變了 他停下了這... 寫作動作 嗯... 或許也可以看到不同的... 可能請問會有風貌 可能就跟... 修不太一樣吧 他說完事物很滿足的這樣 就覺得起來 嗯... 我想應該... 不得之門的店員應該 沒有那麼樂... 沒有... 沒有像他... 那麼樂... 但是那邊的視頻 我記得都還不錯 可以... 我們有機會過去看看的話 可以挑一個喜歡的給你 真的嗎... 那... 我也...我也會... 我也...我也想要挑一個... 給Sheret 然後... 我們... 我們逛的時候 或許... 他...可以幫我們 把東西... 把一般抬一抬之類的 你注意到 喔... 還可以這樣子... 那種... 非常... 非常... 醒悟的感覺 然後... 對著... 周賢說... 對著周賢比出母親 然後說... 或許這是一個好注意也說不定 對... 或許... 周賢似乎 對你的... 對...對你的任何感到 非常的開心 你看著他的笑容 似乎更上揚了一點 啊... 原來... 你們希望這裡... 也沒有這樣的傳統嗎? 呃... 因為... 我們... 我們修那邊還不少 就是... 就是... 男生的醫護嘛 不是嗎? 他說完... 別看了一下 Levi... 你有發現Levi 似乎... 好像他只有聽到這個故事嗎? 你注意到... 他頭轉過來 然後... 一臉... 你們再攻三小 哈哈哈哈 嗯... 那... 周賢似他會想一下說... 嗯... 嗯... 大概...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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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對於這種... 這類型的事情好像... 就... 太大意見 了... 周賢... 只是看了一盒 似乎... 也注意到他有毛病 某人寫下了... 剛剛的... 解釋... 討論的東西 Levi... 似乎... 沒有對你們討論的東西 有感到任何的性質 他只是抬了一下他的眉頭 最後呢... 他又將他的視野看向左手 你眨了一下眼 直到現在的右邊 現在還是快... 接近中午 但是... 也不怕是... 太熱 畢竟... 現在的氣候來講 是... 十分... 溫和... 你... 扎在一下眼 至少... 現在... Hebby的手啊 或著他吃進的地方 有... 物管可以蓋著 而... 下一個地方... 要去哪裡 那... 東西都... 準備了差不多以後 然後就往... 不然... 不然先生的主管... 邁進 嗯... 非常的快速 當然沒有問題 你... 當然的注意到 Brown的酒館 當然 酒館在哪裡 非常簡單的 只要... 看到了那一個 出位於中心的瀑布 那麼... 那個小小的噴水之後 那就肯定是 那酒館 你... 也發現到了 里頭... 已經坐滿了 看到... Brown 他正在... 霸台那裡 正在招了... 各式各樣的人們 你也發現了這個... 索大的人 有的男性 看到了... 直接 仰起了他那大大的笑容 招了招他的手 啊! 呀呀呀呀呀! 啊! 是你們好久不見啊! 他扁招的時候 似乎還特地的 拉開了幾個椅子 而這個椅子都是在霸台附近 所以直接是可以坐在霸台跟Bron聊天 先看著Bron看了一下 那全新的聲音 眨一下眼 喔! 看來你們好像在 Walkfield探索好像交到了新朋友是否 我之前沒有看過有這個個體喔 換一下沒有喔 那笑容是他會用力的點點頭說 新朋友 之後也會跟我們一起去個地方旅行 啊 太好了太好了 啊 你們 看起來也更像是一個隊伍了 Bron別說完 揚起她那大大的笑容 啊 就讓我想到 給錢和你爸爸還有伊莉耶 這倒是之前的事了 總是多一點人比少一點人好吧 啊做做做做做做 喝點什麼吧吃點什麼吧 她被燒米 有我請客就好 那 說著她 倒沒有特別要點些什麼 她只是 就是 就是 滔滔不絕 不絕地講 講述了她們在 就是 Black Altar 底下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後當然把 呃 雷比的事情換了一個方式講 就是 對她們在底下遇到 然後一起打BOSS 然後說什麼大家很厲害之類的 然後開始講講講講講 好 那幫我寫一個 Dexception 我看一下 雪兒子的 整個 彎個方式講 鞭策謊的能力 說故事的能力有多高 已經是要討論 有一些虛的虛的東西 一些不是真正的一代 沒問題 那們的 畢竟 你的爸爸還有你的爺爺 總是 你也特別想起了你小時候 尤其是你的爺爺 他 他還是會把一些他以前過往冒險的旅程 還有 跟他兒子 也就是爸爸冒險的這些 具體記憶記下來 但是 太平時無花 總是 不會有人想看 而為了 要讓這個東西演得更豐富一點 或是說 他們也不想要特別 額外請 尤其有詩人 來 幫他們寫這個 他們的傳記 雖然 你也有聽過 他們也有考慮是要請尤其有詩人 可以把東西講得誇大 黑白不清 但 總是呢 也是 聽到的有爸爸 曾經和你的爺爺說著 啊 對於 要請尤其有些 我們的冒險記事 不太好吧 他們 都會把事情 寫得過度誇大 太過 不真實 反而會 尤其我們家的名 不是嗎 還有 我們家的名聲 你的爺爺當時 只是想得會喔 最後 他決定 做了一個是 他自己 一個 稍微 比較誇張 混的一些方式 但是 但是基本上 不會影響到 主要內容的 方式來詮釋這個故事 而 你也學著他的方法 嘗試了將 你遇到的事情 你遇到的冒險內容 還有 Levi為什麼會在 將這些事情 一換個 彎個角度的方向 混淆了一會兒 一些 其實根本不是 根本沒有存在 但是 也不算說真正說謊 但是還是 有一點說謊的方式 告訴了Bron 還是Bron 只是 想那會兒 仔細細細的 聽了 你這 這一個 特殊的 冒險故事後 雖然 你看到他好像 有點 不太詳細 你注意到他的鼻頭 只是緩緩的勾了起來 看了一下 坐在 就特別的 坐在 周賢旁邊的Levi 你看得到他 似乎是不想要演 人耳目 畢竟 你注意到 周賢在 和Levi相比 衣服穿得 花笑 而且特殊 所以這個相比之下 大家目光一定會先看周賢 而 也看著 Bron 只是 飄眼瞄了 注射了一筆回額 然後看向你 照一下 啊 如果 啊 如果你有引擎的話 我也不會 做什麼 但 總是 我說到你爸爸還有爺爺幫助 我知道貝爾加德的 心氣 心腸 都是好的 我希望你們 這一趟旅程 是 也是好的事情 啊 啊 我也沒辦法說太多 我也只是 這幾天 我就在這裡 辛勤努力的工作 然後 聽聞 一些 在一次 不同地方 不同人的事情 雖然 啊 你們要 如果 你們要離開オフィア 我總是會有些不捨 啊 呃 修拉特 呃 呃 修拉特 呃 他 他 他應該注意到這些事情 然後說 呃 不過我們 我們 打算要去 他 要回去 燙波德之門 如果 有什麼東西 想要給 爸爸他們的話 我也可以 一起帶過去 信件 之類的 呃 會不會 呃 我會努力 的 我 講得有點小小勉強 哈哈 幫我們搖搖頭 啊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啊 我雖然很失念他們 但 現在這個球貨 也就是我的家 啊 比起這 我覺得 我能想住的 我能報答的 比你說 你說 要帶你的朋友 回到 巴德斯加 你的家鄉那裡的話 還有 你爸爸和爺爺在那邊的話 我 這樣吧 或許 我能幫忙的就是 我可以幫你們安排 路線 他說到這裡 他說到路線的時候 他有做人會 然後他有開口 畢竟 你們還是 除了 步行之外 你們也是 可能會需要一些交通工具吧 呃 我這邊的話 我可以幫你們做一些聯繫 像是 如果你們要 選擇搭馬車過去 或者說 你們要用傳送證的方式 以傳送的方式 快速的傳送過去 呃 雖然是人情 是一個人情 但我沒辦法 幫你們支付太多的費用 大概 如果 那些 馬車的人啊 或是傳送證的負責人 說要跟你們額外加收錢 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們額外付了 但我可以幫你們付 基本他們所要的費用 那馬車的話呢 他邊說著 也看著Bron 直接將地圖 拿了出來 你看到他的地圖 雖然 是非常的精細 但是 可以注意到 這個地圖 也把主要的地名 還有主要的 主要的方位 都畫了出來 你看到他將他的手 直接默默的指向了 WOOD OF THE SHARPTIE 也就是 銳...銳齒之靈 你看到他指向這個銳齒之靈 看得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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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你要叫你們的朋友過來看嗎 或許 可以 你們可以稍微的 思考一下你們的路線 之類的 他看向了 吧台裡 稍微 隔一兩個一次的中線 還有雷維 我看一下 還是 你要跟我聊這個 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呵呵呵 啊 修羅戰士還會說 嗯 不過畢竟是跟夥伴們一起的 所以 光靠我一個人決定 也不太好 嗯 我去 叫他們一起 過來看 嗯 一起決定吧 我就去 找他們 OK 你來到了你的兩個伙伴的面前 雖然你是站起來 轉 大概 Feed就來到他們的面前 從前 點點他們的肩膀 也示意他們 要 來到 兩伙伴的面前 欸看這個 雷維章有點 不太想要 但是他 也在周閒 拉扯 他的 拉扯你的 你的鬥帽 應該說因為那是你的鬥帽 拉扯你的鬥帽 加他的臉 連 一個提不給個體 一起拉過來 你看到雷維章 不是很容易 但是也是坐到了 最邊邊 你發現他 當然的 他選擇坐的是 要說的話 如果你是坐在中間的話 他會選擇坐在右邊 而你中間會坐在你左邊 嗯 然後 看到他們都坐定為後便 繼續開口 Ophear 其實Ophear的方位 就是在這個 Woodle the Shunt Team 瑞池之靈 那這個 如果你們看的話 是 收尾的偏 右下開口的部分 Ophear就在這裡 那 打馬車的話 你看 距離其實並不算太遠 但是 可能 當然 快的話 一切路順利的話 大概 約約為 三四天吧 他如果慢的話 大概是一個禮拜 畢竟 要經過 經過林子 就像是 你們看 是 需要 直接 橫跨 這林子 往左上的方向行動 那當然 如果你們要不行的話 花的時間會更多 可是 你們想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其他地方走走 畢竟 我們這邊的林子 你看 也有接到不同的地方 像是 如果往右走 會來到 Breaddusk這個地方 或是 如果在 向上 你們也可以去 Fort Montecor 那裡 做停留 那當然 你也注意到 那 這個 碉堡 的上方 又有一個叫做 Entero的地方 呃 我建議你們年輕了 還是不要去那裡 你注意到 EB的臉 這時好像變得 稍微 沉了一點 也看著Brown 繼續說著 畢竟 那裡 算是 有不少的 提布林難民 從那裡逃出來 那裡 發生了一些災難 所以 我建議 那個地方還是不要去的好 而且 那裡 好像說 如果 外衣不足 外衣失足 可能 會直接落到地獄去 隨後 那 我希望 如果你們要不行的話 你們盡量避開這個地方 不行 而你們要往前的話 就順著河流 往海的方向前進 你們就可以 到 Bubbisket 那個地方了 那 如果是傳送證的話 我們 Jody的魔法商店 雖然 Emily 原本 擁有這個商店的人 已經不在了 但是她的 親戚 也會幫忙 那 至於傳送證的話 可以跟他們做申請 那我記得 好像我 如果我幫你們付的話 可以幫你們付一些 可是 剩下費用 我記得 可能 好像也要 一百兩百斤 之類的 可是 如果你們花了這個錢 你們就可以直接 立刻馬上的 在一眨眼的瞬間 直接 到 Bubbisket那裡的 傳送證的 傳送證的據點 所以 魔法力來說 是還蠻方便的 可是相對來講 就會貴很多 至於傳運的話 畢竟 你看 這個地圖 Oakfear這裡 是非常的封閉 是內陸的地帶 所以 這裡並沒有太多的 傳運的運輸 除非你們要前往 前往到Candle Keep 雖然 我聽聞那裡 好像沒有太多的船隻 基本上 那裡 那裡好像是一個 封閉的堡壘 但總是 也是會有一些 私人的船隻會經過那裡 然後帶你們去Bottom Skate 我能幫你們做的就是這一些了 主要就看你們怎麼想 周仙 眨了一下眼 嗯 看起來最安全的話 應該就是傳送證吧 可是傳送證的錢好像蠻貴的 或者 好像 我們能選的就是 馬車 請人 或是請 Bottom先生 再 找人 然後我們 搭馬車去Bottom Skate 或者 不行嗎 他說我要看得像 Lady就看得像 你 嗯 嗯 可是 都難得出來了 傳送證 感覺很無趣 打馬車 會不會又有點 走路 欸走馬看花 嗯 但是走路的話 就 有點 他大概會稍微 小小的誠實一下 嗯 然後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從 就是 嗯 這個怎麼念啊 從 好 打個字 打個字 有動向 這個地方一路向上 就是剛好繞一圈回去的話 呃 經過 這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前進這個地方 好不好 然後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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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就是 鎮人這樣子 你自己的小鎮人 嗯 好 繞一圈上去 但 就是順著和聯回去的話 大概要多久啊 呃 這樣子的話 主要看你們的 行程 那 這樣吧 你幫我 骰個 intelligence 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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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這是 Charlotte的一個 一個 一個推測這樣子 十二 你扎了一下眼看著地圖 你 當然 你想的會 對 來說 蹲著計畫 這是你最不喜歡的事情 畢竟 要讀的東西很多 而且就像是非常無聊的事情 一看著這個道路來講 你沒辦法去抓要多少天 或者多久 而且 你扎了一下眼 可能會花上一段時間吧 但至少 不會說到四年啦 不會到這麼久 可能 你能 抓出來的range 也就是 以Charlotte現在 他能抓出來的range 大概 唯 可能要半年 但是 能看的地方很多 走的地方很多 但是至於是不是半年 或是沒有 這有點難回事 嗯 嗯 馬車直接回去的話是一個禮拜喔 就是最慢是一個禮拜 就是最慢是一個禮拜 也就是從Walkfear到Bubbscape這樣買 那快的話可能30天 3、4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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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了 到馬車 直線回去 嗯 啊 笑著他會想一下 就說 嗯 我們先 下一次 這次序 比較重要一點點 我們先趕快回去看一下 說不定那邊有記載其他 零片的所在地也說不定 如果知道那些位置的話 應該就不會漫無目的的尋找太久了吧 周賢 周賢 看了一下你的鏡頭 嗯 呃 我聽聞那裡是一個大城市 應該也蠻多資源的吧 只是 他稍微瞄了一下 再給我看了一下你 只是 我們現在 也跟 在 我們有個 罪犯在附近 但 如果我們保持低調 應該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對 吧 周賢 歪了一下頭 那裡就是 繼續的保持沉默 你可能不讓我們看了一下 你們 便開口 喔 當馬車 是嗎 喔 或許我可以知道 有什麼 人 可以載你們過去 雖然我有一些認識的人 算是 來自外地的 書商 或是 貨物商 或是貿易商之類的 嗯 如果你們不排斥 他想了會 你們如果不排斥 跟卡洛達他們一起行動的話呢 我好像有聽 我聽好像說 雖然不是卡洛達 本身 畢竟騎士長 要恢復這裡的治安 啊 但我記得好像 他有一位 一位 一位 聖騎士似乎要出發前往 巴德斯基出差 他的名字好像 像 那位女孩叫什麼名字 你看 Blaum說著 稍微用他的手心 牢牢牢 牢牢 牢牢 就看下你了 呃 這是我聽聞啊 我聽聞好像說 他們那裡有一位 聖騎士要出差 如果你們不建議 和他們一起行動的話 或許可能速度也算滿快的 畢竟那些聖騎士 那些聖騎士也不會拖時間嘛 他們就是公事公辦 他們去那裡出差 然後就回來 畢竟是他們工作 他們不會花上太多的時間 或許對我來說 可能還可以省一點 省一點手頭上的旅遊資金 或許 如果你們想的話 我可以跟他們聯絡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那 那 那我要看一下 Levy現在的表情 幫我塞個insight 為什麼啊 這時候給我natural團體 為什麼 Trat你注意到 Levy的表情 他雖然 滿滿的不願意 大大的 在臉上 就是彷彿寫著不願意三個字 但是 你確實的 可以感覺到他好像沒有太多的選擇 你只是 注意到他雖然 不是很 不是很願意的 但是 他這個臉 這個 這個情緒 很快的 就 看著他開始 吸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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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著他 用著他的右手 覆蓋著 他的主手 也注意到 他是 用他的手 用他的手 飄著一架 把事情 遮得更隱密一點 好 那 需要就是他會 湊進周旋 然後說 嗯 如果我們去找聖騎士的話 是不是 他還比你 Levy的 好 我先 看一下 Levy 我看一下你 也是用著 同樣想 同樣說著 嗯 某方面來說 算是 那種 方式嗎 但我們可能 就 他 稍微看一下 Levy 我們可能要 找點理由 好 甚至說 嗯 那個通 他不是通氣盤 之類的 然後 想辦法說 嗯 看周賢在這時 陷入了極度的煩惱 嗯 可能說他 嗯 跟通氣盤 只是說很像 之類的 周賢似乎 好像 開始對 這些 要想的東西 逐漸的 你可以看到 他的表情 逐漸迷茫 那 說到這個他 想一下 然後 轉頭 向布朗 說 嗯 嗯 跟聖騎士 在一起感覺 我覺得還挺安心的 嗯 但是 我最近想要 聽聽看 商會 旅行商人 他們的 嗯 在 旅途中的 一些 故事 嗯 不知道布朗先生 有沒有 認識的 旅行商人 可能會 要去 博德之門那邊 一趟的呢 我曬個 把我曬個1滴100 我看一下 他會給你推薦 好 哈哈 龍 輕輕的 抓的抓 他的頭 是不是 顯露了 生死後 他變開口 嗯 商人的話 我近期是有 聽 文 一對夫妻啦 他們是半生人 然後主要賣 主要他們進攻的 或是賣的 都是為 新鮮的 他們好像是 有 自己的咖啡廳吧 之前 在奧迪 有 開設一陣子 但是 後來他們 這堆夫妻 他們也去其他地方 說要 然後 涉獵開連鎖店 之類的 如果你們 不排斥 馬車會走走停停的話 我可以跟他們做聯絡 而且 或是說我直接給你們他們 咖啡店地址 你們可以過去看看 之類的 那 那 薛爾特他會 看了一下 就是 夥伴們 然後說 走走停停的 感覺也是挺符合 我們的風格 嗎 那 薛爾特他會說 嗯 那就 決定是 決定請他們幫忙了 嗯 那再麻煩 不然 先生 跟我們 幫我們聯繫 或者是 跟我們講 那間咖啡廳在哪裡 哦 嗯 你們是 這一兩天就要離開嗎 還是 還是你們還要再多待幾天之類的 如果你們是要在這一兩天就離開的話 或許 你們直接去找他們 和他們聊聊 可能還比較快一點 嗯 我們是打算 這一兩天就離開了 嗯 那我們還是直接去問他們吧 讓思考慧兒 變點了 哦 OK 那 等一下 我去拿一下他們的名片 你看了他 轉過了身 走到了廚房裡 隨後 快速 走出 你注意到 他拿了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 木製的 長方形的小木板 看到的也 面前 那這個小木片 上頭 確實是有刻著製的 你發現到 上頭 是有名字 而且 也注意到 這個名字 還算是 可愛嗎 你眨了一下眼 他這個名字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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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star Cupboard 我貼一下 也 看到了 下方的 有兩個名字 嗯 這下方的 兩個名字 叫 叫做 Lily 我寫一下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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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Charles 查爾斯 看了一下這個名字 這應該就是 有名字 有名字 對 好 那 Sharles 她們的logo就是 你看到她的logo是 你看到她的logo是 蔬菜 明明是一個咖啡杯 但是周遭都有蔬菜 是蔬菜的建議 對 貝貝跟蔬菜 對 這是logo 好 那 需要人來雙手 接一下 這 這小 小木片 然後說 非常謝謝你 布朗先生 讓我們給你一個大大微笑 啊 我真的還蠻希望你們多留在這裡 多留幾天了 當然 總是年輕人就在我外頭 但我也想起我年輕的時候 也真是 在一個地方多留幾天之後 就會想起其他地方 好 我也就祝你們一路順風 回來看看 還見見老布朗啊 好說完 放 朝天 放下我的三聲 你看著 手中的那一個名片 發現到 這個 這個地方 距離 Brown的咖啡廳 並不算太遠 你眨了一下眼 暗生的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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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生的咖啡廳又是什麼 嗯 上頭的 莉莉和Charles 他們的人 好嗎 為人 不錯嗎 而如果說 Brown說的 他們 行程總是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而這個走走停停 又花 多少時間 我 看了一下時間 我們今天 到這裡先畫一個段落 不然到 半生的咖啡廳 會 時間又會又是 會是一大段時間 可能會沒完結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先分一段 我們下一次 就從Brown 酒館這裡 開始 然後 就是Brown這裡酒館結束 然後去這個 八色咖啡廳 就這一段時間 開始 然後我們再繼續 我們的冒險故事 今天辛苦啦 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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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個 採買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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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的一個日子 一直 一直買東西 買東西 過 可以 送倒 谢谢观看